餐厅吃饭付钱这是天经地 但偏偏有人就是要吃霸王餐 大陆云南因为男子吃东西不付钱 在店里头大吵大闹 眼看着老板不买账 居然找朋友拿斧头来砸店 你不知道您是什么老啊吗 我在哪吃米线还要钱吗 态度嚣张的年轻男子 逞胸逗狠想要吃霸王餐 人家都排队过来买 他就是不给钱就在这里讲 然后你还在这讲 然后讲到你们没有钱 不给钱我们是我们是不做米线 眼看店家断然拒绝不买账 男子恼羞成怒 一边打电话一边指着店员叫嚣 落下狠话之后被同行的女性 有人拉上车 但没过多久竟然又帅众回到店面 拿起斧头就是一阵乱砍乱砸 结果就冲击了提起扶子 只想做事没的人 他就把那个走子砍掉了 然后看个大洞 看个大洞那就笑饭掉 想吃霸王餐不成 闹事的男子居然还呼朋引伴 拿斧头砸垫 夸张恶劣的行径全部都被拍下 目前警方已经透过监视器画面 全力调查 要把这个恶霸弃捕到案 记者综合报道 在4月的那边 你会长得很厉害 上次买来